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相之间的作用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现在在医院里面看病 看完病以后也许因为分科分得太过细腻 以至于看完心脏科的病再看肠胃科 看完肠胃科又看一个也许另外一个科目 结果在这一颗里头拿了药 在那一颗拿了药 在另外一颗又拿了药 结果这几个药互相之间 它们有没有这种互相作用呢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同样中医药一直都是用所谓的负方治病 就是一个方剂它都是好多种不同的药物放在一起 来煮或者做成汤或者做成药丸子或者磨成药散来服用 那么这所有的药物互相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现代医学让人在医院里面拿了这种不同的药物 然后最后要有一个药剂师来看一看这所有的药 互相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互相作用 然后要劝导这个民众如何的服用药 有的药要在饭前吃 有的要在饭后吃 有的要怎么样吃 同样中医药它也是一样的 中医药经过几千年来的这种研究发展 以至于很清楚的知道 药物互相之间有 要不然就是加成的好的作用 有的有减弱那个药的作用 有的互相之间会有妨害的 互相不好的作用 都知道 所以古时候的用药都是非常严谨的 例如有一些有毒的药物 像是男心 就是天男心 天男心它必须要跟牛胆放在一块 做成所谓胆心 或者说像乌头必须把它给酒煮 或者用醋 或者用什么各种东西去处理过 使得这个药物它的毒性减到最低 这就是互相作用 它把毒性减低了 可是药物的本性却没有消除 因此这个药物的作用就变得最好出来 有的药要用密质 有的药要用蒸过 有的要用酒或者用糖 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搅拌 等等等等 各种方式 那我们来看看 药物或食物 它们互相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互相作用 有不好的啦或者好的啦之类的 例如现在讲有一个东西叫做猪肉 猪肉是每个人都常常吃的 可是中国古时候的药书里头都讲了这一件事情 它说猪肉反 黄莲 乌梅 也就是说猪肉不可以跟黄莲 乌梅或者是乌梅一块吃 它说饭之作谢 就是吃了以后呢就会拉肚子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 本草被药里头所记载的一些东西 本草被药这本书是汪昂先生所写 那么他里头呢也提到猪肉反 黄莲乌梅极梗 饭之谢吏 他也提到这个 但他底下的注解啊 就是汪昂又写了一段话 他说李时珍曰 李时珍就是做本草纲木的那位先生 李时珍他写呢 方子里头有藏莲丸 就是黄莲和猪肚一块做成丸 他说 就是李时珍就说 岂有记肉而不记藏斧 这乎 就是说 怎么可能有记猪肉 但是却不记五藏六斧呢 就是猪的猪肚跟黄莲一起煮就可以 就能够 就是不记的呢 这个是我们用一般的这个逻辑推断 可是我们再看一看 古时候的书里头 例如张仲锦的时候 张仲锦是在汉朝的时候 他就写过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 后来伤寒杂病论呢 又被分成为两部书 一本叫做伤寒论 一本叫做金贵要略 那么这个伤寒杂病论里头 曾经记载了一个处方 就是治疗消咳 消咳就是猴头这个地方干燥 饮水非常的多 因为太干就一直要喝水 一直要喝水 那种那种病情就称之为消咳 有人以为消咳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 其实不完全一样 其实不完全一样 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 没有消咳的现象 有很多的糖尿病 并没有尿很多的现象 所以这个不是说 这个消咳就真正的跟糖尿病 完完全全 是一致的 不是的 只是有一部分糖尿病 跟消咳的症状相似 那张仲锦那个时候 治疗消咳 用这种东西 就是黄连猪肚做丸子 那这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藏连丸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是用熊猪肚一个 以及黄连五两 瓜楼根白两米 各四两 芝母三两 麦冬两二两等等 然后呢 跟这个猪肚放在一块 然后呢 做成 做成丸子 它缝好以后 蒸熟了 然后做成丸子 那么这个东西就称之为 黄连猪肚丸 或者叫做藏连丸 意思是类似的 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它 这个里头的黄连跟猪肚呢 却拿来治疗什么呢 是能够健胃健脾 也就是说 能够使得脾胃变得更健康 反而不屑肚子 刚才说过了猪肉根 乌梅 黄连 以及脊梗 放在一块吃 那么就可能让人腹泻 但是它的毒性却不大 不是有毒的 只不过吃了以后会泻肚子 那么猪肉其实讲起来 依照中国古时候的 很多的处方书当中都提到过 不只是它忌讳 乌梅黄连几梗 而且也忌讳 其他的东西 那其他的东西包括什么呢 包括生姜都忌讳 可是我们在 红烧或者是卤 这个猪肉的时候 生姜都是不可少的东西 由此可见 有很多的书里面 所记载的所谓的忌讳呢 他们一定是有一些 其他的特殊的一些个状况 才说忌讳了 不可以一起服用 猪肉跟生姜 还有呢 乔麦 葵菜 胡衰 炒豆 还有牛肉 马肉 羊肝 迷鹿 也就是鹿 龟 鳖 鸩 鸩 还有驴肉 都是忌讳 那么既然这么多的忌讳 那意思就是说 它不可以一块吃了 可是你看 当你到北京啊 等等地方 有所谓的蒙古烤肉的 这样子商店里头去吃 午餐或晚餐 猪肉 鹿肉 牛肉 什么东西都炒在一块 那么他们吃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禁忌呢 好像是没有 可事实上 只是我 我用比较粗浅的逻辑来推断 就古人啊 他不希望你太过度的 嗜好太多 他不希望你嗜好 引号 就是爱好太多 以至于呢 就吃猪肉吃的过度多 或者猪肉跟其他的肉一块吃 蛋白质吃的太多 可能对于肠胃也有所不好 或者说执着 欲望太多 当然也是不好的 再来看 猪身上有很多的内脏 也可以拿来当做食物 也可以拿来当做药物的 像猪肝 猪肝呢 他却忌讳了很多东西 例如鞍唇啊 鲤鱼肠啊 或者是鱼肺啊等等 也不可以跟猪肝一块吃 可是猪肝有的时候 在某些书里头却记载 例如有一本书叫做 严寿丹书 严寿丹书里头写了 他说猪临杀 他猪啊 在被杀的时候呢 精气入心 绝气入肝 就是说他这个害怕的这个气呢 就进入了心了 并且他在被杀的时候的那个气啊 绝气呢 入了肝 所以他说猪心猪肝不可多食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不好的气 进入心 进入肝太多 所以他说不可多食 这里头就已经说得清楚了 说得明白了 为什么 就是说猪肉猪心猪肝 所有的这些东西 是叫你不要多吃 不要多吃 就是叫你对这一种好吃的东西 他的 他的欲望要减少一些的意思 猪里头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脏器啊 或者是 其他的 例如他的猪皮 猪皮或者说猪的其他的东西 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有所帮助 那么我就在 金窥要略里头 还记载过一些事情 金窥要略 他的第24章里头提到 禽兽鱼虫 就是说 吃 各种 像是鸡鸭等等这些禽类 或者说瘦类 例如猪肉 牛肉 马肉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他们也都有一定的忌讳 例如这个肝 在 这个像猪肝 或者是 甚至于其他的肝 牛肝 马肝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只要是这个肝脏 他都说 肝脏自不可清淡 自死者迷胜 他说 凡是这个动物的肝 你都不可以多吃 因为这个肝呢 他说 猪 猪兽 零杀之时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猪兽 就是这个 家猪 被杀的那一个时候 心有所惊 心里头会惊 而且肝呢 会有所愤 肝会害怕 会这个 会有所愤怒 食之据不利 就是吃的的话 对身体都不好 所以他说 不可清淡 不可以多吃 那么 兽呢 就是说 凡是这些个动物 自死者 自己死掉的 也都不可以吃 为什么 因为自己死的 大部分都是中毒而死 所以都不可以随便的吃 那么也就是说 所有的动物内脏 都要小心 不要随便吃 尤其是心和肝 当被杀死的时候 心啊 肝啊 都会把这种 所谓的 七情 进入了这里面 那么人吃了就不好 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看 金会药略里头 还记载一件事情 他认为 春夏秋冬 对于食物啊 对于这个 动物的 五脏 也都要注意 不可以在那个时间 吃什么东西 例如 春天 他说春天 不可以吃肝 为什么呢 因为春天 是木旺之时 肝是木的脏 那么木的脏 的脏气呢 太重了 太高了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能 就把木 就是旺得太过度了 木一旺了呢 那么脾胃 就要受损 因为脾胃输土 木可以克土 夏天就不吃心 那么理由也跟刚才 所讲的类似 秋不食肺 冬不食肾 四季不食肥 也就是 甘心肥肺肾 它的旺盛的时候 也就是春夏 季夏秋冬 这个时间正好是 木活土金水 旺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不要吃甘心肥肺肾 因为在那个时候 吃了 很可能 那个气太旺 以至于 还会克到了 其他的脏气 那么就 觉得 滑不来了 大家好 今天呢 在马路上发生了一件 乌龙的车祸 我一定要赶快 跟胡医师分享一下 这实在太好笑了 怎么好笑 你知道吗 那个司机啊 他一边开车 然后我们大家就在后面 陆续跟着 突然间呢 旁边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把车子就 就转过去了 你知道他看到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让你猜嘛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红绿灯的时候 不该随着走 不应该走了 他就一直走下去了 因为他看到一个美女 不过那个美女 还真的是很漂亮 连我们都 多看两眼 真的是一个美女 那你没有再发生车祸 没有 女人会互相嫉妒 那我这样找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看到美女 奔心了呢 其实他应该 好好的去开车 他怎么会觉得 就开车了 奔心了 是 我曾经看到一本书 是中医学的一个 一个有关 就是他在讲 叫人的行为 应该要达到某种标准的 不动心 虽然这本是叫做中医书 但是呢 里头所写的东西 常常都是教给我们 做最好的事 我今天介绍这本书呢 是孙思淼先生 所写的贝极迁药方 他里头有一段 讲皇帝说的话 皇帝的话 皇帝 皇帝就是这个 薛院皇帝 不是那个圣子 不是 皇帝当时说过一句话 他说啊 在 他说 在众中 就很多的人当中 见书庙美女 见到长得很美的 例如身材啦 脸蛋啦 都很漂亮的 见书庙美女 他说啊 圣物熟视而爱之 就是不要 眼睛一直对着他看 然后呢 还觉得心里面 有那种爱慕之意 他说此当 离媚之物 他认为这是 鬼怪之物 这不公平啊 人家漂亮是天生的啊 他说 他说这个就是 离媚之物呢 令人深爱之 会让人啊 特别的爱 其实讲起来 有很多的鬼媚之物 也是这样 例如我们曾经 看到过一个 很有名的民间传说 民间小说 刘斋是吧 刘斋里头有 甚至于最有意思的 就是白蛇传 对 白蛇传那个许仙呢 他在这个 在是不是杭州啊 在哪个地方 就是看到一个美女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 就谈起恋爱了等等 结果到最后 那个原来是一个动物嘛 这就是所谓的 黎媚亡两只物啊 令人深爱之 那就很不好了 另外呢 您刚刚还讲 聊斋里头 聊斋里头 真的也有很多 这一类的 对对 那个小说很爱看 好像是很 很让人 这个很让人喜欢 其实讲起来 我们 实时记住 刚才这一句话 就是说 其实啊 见到这些事情 你不要特别的去 对他有想法 有任何的这种想法 其实对我们并不好 就是了 所以我想皇帝 他是用心良苦 对 每一句话 都是希望你的心 因为举止都能够 按照一个 都能够按照一个 一定的准则 一个一定的水准去做 那样子的话呢 人其实讲起来 假如 假如他讲的话 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白蛇传呢 那么就知道了 许仙为什么后来生病了 后来怎么样了 就是结果还 闹出一个很 很美丽的故事 其实讲 真正的爱情故事 并没有那么美呢 是不是啊 也是有很多很多 很多的苦啊 所以你看那个白蛇 他苦 苦到后来 他必须要跑到 什么地方去 拿一个什么 什么药 来给许仙来吃 所以人的情啊 对对对 人在情中好苦啊 是很苦的 不过有时候 谈天爱是很美好的 真的啊 也许 那可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中国古时候的 养生书是教我们 教我们 你的行为准则 对了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受这些鬼魅 所 所带 带偏 那不要带偏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会好 为什么呢 你看皇帝内经里面 曾经就讲过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们现在人之所以生病 是因为邪气让我们生病 而邪气怎么来呢 他是 他有一句话叫做 道德稍衰 邪气实质 就是说 当我们离开道 离开德 离开得比较远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生病 其实我们拿现代医学来解释 大概都可以解释得通 因为现代医学来看的话 所谓的这个道德衰败 也就是说 离开道 离开德以后呢 那么他心里面就比较起来 会容易产生紧张不安的情绪 是不是比较放纵自己 也许放纵自己 或者说是 就是说放纵自己了以后 因为你回过头来 你还是要过一般人的生活 你要过一般人生活 你就会紧张 为什么 你例如说你放纵了自己 例如喝了酒了 例如什么的以后 你回头来 你还是要过生活的 过生活你就 你就要被老板 被自己的爸爸妈妈 被什么人所约制 当你被他所约制的时候呢 你心里面就会觉得 哎呦我这个也没做好 那个也没做好 结果心情就会紧张 心情一紧张 那个肾上腺素 分泌的就 就会分泌的比较多 肾上腺素一分泌多 我们的脑波就乱了 脑波就变 这个什么 贝塔波了 伽玛波了 伽玛波了 德尔塔波这些 所有的波出 阿法波出现的时候 是最好 而阿法波的大部分就是在 当我们的肾上腺素的功能 比较低一点 而乙烯胆素的 也就是迷走神经的功能 比较高一点的时候 就会比较多一点阿法波 而阿法波多的时候 这个人呢 他的免疫能力 也会变得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支配了 我们身体的各处的 这个细胞等等 配合而得到 比较好的免疫 对 我记得胡医师上次有提过 早上起来一定要讲好话 对 其实就是你早上起来 你那个心情就愉快了 心情愉快的时候 其实就是近 其实你之所以能够愉快 就是因为你近 因为你把很多的欲望 把很多的不好的那种执着 等等都看得很淡 放得很少 这个时候呢 心情就自然愉快 例如我们少了名利 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觉得愉快了 因为你老在争名争利 其实讲起来 过去人说过一句话 是你的丢不掉 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 那你何苦呢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你反而心情一平静 你就什么都好 这个时候反而不容易生病了 对 像我们今天早上碰到 那个乌龙车祸 我一点都没生气 反而觉得哈哈大笑 所以呢 我今天有收获哦 希望你看我们的节目 也都有收获 我们下回见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